一万 十万 一百万 爹 没错 这么多彩礼啊 不 阿姨啊 这也太高了吧 你像我们那边 也就八万 十万就行了 你们那边是你们那边 我们这边是我们这边 再说了 你看看我闺女 长得多漂亮 苏一苏二的模样 你看看这好心菜 你透着乐器吧你 上哪里去走 还有 你们家 离我们家那么远 来回开车 待四十多公里吧 我姑娘架的那么远 我给你 要一百万的彩礼 多吗 妈 这也太多了吧 你给我闭嘴吧 你怎么咯不住 往外滚呢 我说的 一百万 就是一百万 阿姨啊 这真的太多了 我哪要那么多钱啊 那我不知道 你自己想想办法 反正 没有一百万的彩礼 结婚 休想 行啊 这赵木鸟 真是一个彩鸟 那好 看我怎么整治你 哈哈哈哈 阿姨啊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感觉你说的 特别的对 这彩礼啊 它就得一百万 冬子啊 你没事吧 这才是我未来 女婿的样子 接着说 我刚才想了一下 你一个人啊 把大美咬到这么大 它不容易啊 大美呢 凭啥花销啊 它也大 我想想你啊 就很辛苦 所以我感觉 这一百万的彩礼啊 真值啊 冬子啊 你是觉我 太高了 大美啊 你真早对人了 阿姨啊 这不瞒您说 这一百万吧 我还真有 不过呢 它是工程款 我本来啊 不想挪用的 我看你啊 这么坚持 那我现在就给你吧 太好了 等一下 你看啊 你看啊 你要一百万的彩礼 我已经满足了你这个要求 但是啊 我也有三个条件呢 啊 你说你说 这第一个吧 给了你这一百万的彩礼啊 以后啊 你跟大美就没关系了 你有事啊 不要找它 也更不要找我来帮忙 既然你把它当成一个商品 那我接受了这个价格 是因为啊 我爱它 我愿意啊 为它付出一切 换句话说呢 你把它当成一个商品 我买了 以后啊 这就是我的了 它不给你了 啊 那 这 这 阿姨啊 你别着急 我这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 我给你们一百万的彩礼 你就要回礼二百万 你看啊 我接受了你的条件 那你肯定也要接受 我们那边的礼仪啊 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 男方不管给多少彩礼 女方要成倍的返回嫁妆 当然了 你这嫁妆吧 你也可以不给我 直接呢 打到大美的卡上了 是不是 这对大美来说呢 也是一种保障 她自己呢 她想怎么画 就怎么画 我啥都不管 那你这第二个要求 我还得给你二百万呗 对 没错 那你这第三个要求是啥 这第三个要求啊 就可简单可简单了呢 咋俩啊 口说无凭 立个字举 按个手印就行了 你说的这三个要求 我都不答应 反正啊 我就要一百万的彩礼 其他的这些啊 我不同意 妈你够了吧 我还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那以后我跟东子 能好好生活就行了 你要那么多彩礼干什么 东子我们走 我就不信了 现在我们俩就去领证 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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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回来 哎呀 真是的 你大不中流啊 这闺女 就是泼出去的废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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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